大家好,欢迎来到探讨技术女性与信息通信技术系列翻盘节目 我是来自哥文比亚大学的Beverly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善规划女士善教授 一起讨论科技以及在科技领域中就业和职业发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探讨技术是一档于2020年至2022年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期间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录制了一期一系列的庆祝科技领域中的女性的系列翻盘栏目 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是一个定在每年4月份第四个星期四的一个国际日 2020年这个国际日在4月22号举行 这个国际日的成立旨在帮助创造一种在全球环境内增强和鼓励女孩 以及年轻女性考虑在迅速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方面学习和就业 探讨技术系列栏目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 联合国国际计算中心UNICC和联合国秘书长 年轻问题特使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s Armways of Youth 联合举办的 他旨在支持EQUALS为促进数字时代中的性别平等 而成立了全国和而成立了全球伙伴关系 然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盛教授和我们一起讨论 盛教授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接受的采访 然后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 希望能够 就是希望能不能 希望您能够向我们的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您 然后可以跟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或者探讨一下您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样 Berry你好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山桂华 那我主要从事的是大数据的可视化 它主要就是借助于可视化的手段 把隐含在大数据里的信息能够直观的表达给观众 关心他的这样对数据进行分析的人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利用人的这样 对图像的一个直觉来快速的获取信息 这是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吧 它也是那个IT领域的跟大数据啊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个研究方向 嗯那我们可以就是再详细的聊一下 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进行和就是计算机 或者跟大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吗 就是大概是就是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因为什么让您决定就是啊 我打算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然后然后再进行适用的研究 嗯进入这个领域是因为啊 我在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那这个中心它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跟中科院的各个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有合作 嗯比如说啊大气啊天文啊海洋 以及微观的病毒 那他们主要是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那我们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各个研究方向 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视化5G网络 都是这样的一个IT的这样一个手段 来帮助科学家去进行科学研究 嗯中科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呃科院人员他会有产的一些 他们科学研究的数据 比如说呃超级计算机啊 还有卫星啊以及冷冻电竞 他们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 那他们是对行业对于他们领域进行研究 那么呃我的可视化呢就是一个来辅助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一个手段吧 嗯我们会比如说我们跟天文领域的呃科学家进行探讨 因为他们模拟的数据呃几年前就已经达到了呃90个TB的数据 那我们通过可视化的一系列的手段能够帮他们除了他们自己经常画的那些呃曲线图啊呃柄图啊这样的 那么我们是能把他的这个数据所隐含的宇宙的结构 以及宇宙的演化过程能够借助于可视化的手段能表达出来 因为可视化本身他也会有涉及到一系列的算法 嗯呃就是也需要专门的人来研究他 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包括呃呃比如说大气海洋啊 那我们也会呃根据他们的需求来研究什么流线啊 让他们看看他的封场啊以及他们关心海洋里的窝这样的 嗯嗯感觉您的研究就是范围非常的广啊 呃那您觉得就是啊在所有的这些研究中有没有您觉得就是您最喜欢的 或者是您觉得就是遇到特别特别多问题的 就这种比较突出的嗯对其实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呃是研究这个可视化技术的 那么在跟应用相结合的话可能只需要去了解他们的研究 领域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比如说呃这个海洋他关心窝的生存 那么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然后他们还有什么集合预报啊 这这个他的集合预报其实在我们可视化领域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 Recember跟其实就是他们领域所说的集合预报 就是要通过我们和他们的结合来找到他们感兴趣的然后又是希望能够借助于可视化手带能解答的 其实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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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当然是一种错误 但是事实上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过有这种错误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你可视化算法错了 然后我们去验证我们的可视化算法 那当然是对的 然后我们说你看是你的数据好像有问题 就是给了我数据当中就是有 一颗卫星在同一时刻两个位置 然后当他们再去查他的数据处理系统 然后就发现他们处理数据的时候 没有想到过这种错误 而通过可视化的手段 他发现了 然后他们就会去校正 后来就把这个这个延时的校正 因为他就是一个卫星数据数据的延时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误差 就把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处理 放在了他的数据的业务处理当中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真正的解决了他们未曾发现的错误 其实可视化一个就是验证他的想法 对吧 就是我大概其实算科学家算的时候 以及卫星的时候都会想到我有这样的数据 看一看那是不是他所设想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发现就刚才说的 我未曾想到的一个意外 通过这样的手段 否则你没有想到过嘛 通过其他的你其他方式去验证 如果你看到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物材 可能你就不会想到有这样的错误 那第三个更高级的就是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真的 哎 借助于可视化的手段 结合于他的这个科学研究来进行科学的发现 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作用呢 嗯 懂了懂了 感觉您的工作这件事 哎呀 感觉到不同领域还可以同时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因为要进行应用嘛 就要就是会多会还要了解一下这个领域是什么 然后才能才能更好的就是去辅助他 感觉您的工作就非常的了不起 没有啊 就觉得自己的工作 然后除了自己写写论文 还能真正的帮助科学家能发挥一些作用 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 嗯 哎我注意到你的这个专业是两个交叉的 我记得好像是数据分析和传媒对吧 对对对 嗯对啊 这也是就是跨度比较大的两个零 你怎么想起来同时修这样两个学位 嗯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嗯 嗯 然后我本科我本科的时候学的是数学和传媒嘛 然后嗯 主要是因为就是嗯 我是对传媒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然后嗯 我周围就是我家里 有人在学和传媒有关的东西 然后我感觉就是你去看不同的新闻导向的时候啊 或者是说就是在近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你去看一些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新闻有很严重的导向性 然后可能比如说像美像在美国就是因为是两派嘛 所以在新闻这方面就是你发现媒体就是很明确分成两派 然后经常他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或者两种说法 然后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我感觉很有意思因为因为就是不同的人去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在获取信息然后你在看到两种接上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可能大家的想法和大家的判断也会因此有一些变化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东西就非常感兴趣 然后之所以会就是学数学呢是因为嗯我其实从小就比较喜欢上数学课 然后就数学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不太想嗯放弃就是继续学习数学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是也希望能够继续能够更深入去了解就是数学这方面的领域 然后我主要是对统计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是因为上任上任统计课然后开始有啊用啊不同的软件去分析数据这些课就是加进来 然后比如说我之前学过R然后学过Python这些 然后我就感觉这东西都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帮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也做过啊数据分析这方面的研究 嗯我跟着一个国际关系的教授研究就是啊就是一个国家的稳定性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数据 然后我们主要研究的都是就是中东那边那些国家因为就是可能稳定性就是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都是比较不太稳定的一些国家 然后嗯就通过这方面的数据研究然后去了解就是可能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啊 让一个国家或者是啊让一个就是体系能够变得更稳定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导致就是后来我来各大学习国际关系 然后在学国际关系的同时是focus on就是数据分析 因为我感觉就是啊在国际方面或者在政策方面的领域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些数据在里面 因为都是很都是很就是那种很传统意义上的就是你去学习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理念 非常就是术语化或者非常理就是就是conceptual的东西 但是就是随着现在的发展我感觉数据在慢慢的结合到各个领域中 但是好像在政府的这个体系下好像很难去说说我们用数据去研究一个什么东西 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进一步的有更多更多的就是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 在讲这些东西或者在用数据去说就是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或者这不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啊 但是感觉大家还比较就是局限在线性这方面 然后就是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去看数据的时候 大部分其实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所以对所以就感觉如果我能够更好的去结合 就是政策方面的东西和数据分析这方面的东西 可能能够更好的帮助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各个国家 就是如何更好去发展他们的体系 对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选了这个 对很有意思 其实就是你这些大众传媒啊你说的这些政策 其实可视化当中其实都有现在有专门的新闻可视化 就是把新闻对用IT的这样的比如说大数据分析可视化的技术 让他能够更好的理解我印象当中表深的就是 剑桥还是哪就把英国的就是每一份教育的投入 然后他对社会对经济的产度他用一个非常直白的这样一个图表的方式表达出来 嗯效果特别震撼我觉得这个对因为我以为的这个大众传媒 是不是就要把信息更好的传递给大众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会就是我感觉数据在大众传媒里面 主要是就是分为这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在你传递信息的时候利用就是数据分析这方面的优势 就是比起就是你只用文字去描述就可能会是很长一段文字你要去讲清楚这件事情 可能一个表会更好或者是更清晰更直观的给大家就是讲好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应用就是可能就是在企业里面 或者在公司在政府里面就是你去分析你用数据分析的话去分析自己啊 就是市场或者是去分析自己就是有没有更好的把这些啊就是信息传达给大众 因为就是你去看啊一个比如是政府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他们的公众号 或者是看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后台都是会给你很多就是数据的比如说啊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有多少多少多少人在关注你会有多少多少人转发 就你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方式能够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信息传递方法是最适合你的 然后什么样的方法是就是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大众这些信息的我感觉就是反正都是很有意思 然后感觉数据分析就是现在是大家离不开的一点 对因为我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有数据的地方就有可视化 对对对 因为这个信息是希望给人传递的 所以人他对图我们这样说一图比千言万语 特别这张图还能互动有一张图哎你看这个图也许你会想到哎那我要这样这样怎么办 然后你又你我们我们说的可是分析你就看过这张图 然后呢你就通过对他的交互你来挖掘出更多你感兴趣的东西 对的对的对的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发现我们还有从学术上有很多共同点 对的嗯嗯 然后那我再问您两个问题先啊就是啊因为您是作为一个女性 然后在这个非常迅速发展的一个科技领域吗 然后可能我们从小就是或多或少也有听过就是比如说什么 大家会说啊女生数据不是很好啊男生理科会比较强呀 然后就是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下或者是说因为您现在也会大部分的学生吗 您感觉就是有没有更多的女性 嗯就是就是学生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研究科学领域的这方面 然后觉得就是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呀就是之类的 嗯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吗 这个过去是说因为经济条件有限男孩子上学啊女孩子不上学 但是现在在中国来说我觉得基本上都是男女平等了大家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不管男孩女孩家会如果你愿意读书的话家长都会鼓励 那就我带的学生来说其实我现在有一半的学生也就是都是女生 然后这些女生中他们科研的进展以及参与交流活动 我觉得跟男生是没有差别的啊 嗯就是其实都是就是学生他其实就看他对这个感不感兴趣 愿不愿意学然后呃能不能积极主动有困难能不能坚持下来 因为研究生还是挺不容易的特别是博士 在找课题方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盘桓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如果说呃这个读的呃有时候会遇到困难啊 怎么样把坚持下来是所有研究生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不分男生和女生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然后我们实验室工作的同事的话也有不少是女生 所以不会觉得哎这样这个女生这个理工科就不行啊 你去读这个呃文科啊 有的女生还就觉得哎我就喜欢弄技术 其实就是看个人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就是个人的爱好而已 我觉得不是男女生的标签 然后在中国这边 在政策上来说 比如说在科研研究呢 国家基金委的项目 以前呢他有青年基金 那男生和女生都是同样的年龄 都35岁 但是后来意识到 其实女生他还有一个生育 哺乳啊生孩子这样的阶段 所以男生呢 他的青年基金男生的这样的男同事吧 不能说男生男性的研究者的这个呃 年龄的呃限制是35岁 你只能是以下你才能申请青年基金 而女性他放宽了五五年就是40岁以下 都可以申请青年基金啊 然后嗯也会有一些政策来鼓励 也包括呃比如说我们在的呃图形图像学学会 他就会有青年科学家这样的一个称号 让更多的女性来能参与嗯然后的话就是呃 比如说我所在的高性能计算领域的话 他还会有呃女性论坛然后就是让更多的女性能够能参与嗯 嗯我感觉整个国家的嗯对制度都是在鼓励更多的呃女性能参与到他们热爱 如果他们热爱研究领的话都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年龄 因为客观上女孩子是要生孩子的吗 那那可以把这一段时间来流出来嗯嗯 我感觉这样就还挺好因为就是嗯我感觉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或多或少就是就是最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听到就大家讲就是男生好一点但是好像后来也就不会有这样就我我觉得您说也挺有道理的就大家就是观点可能就是更开了一点 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可能啊这个并不是真的是说就是说男生哪里好或者是女生哪里好而真的是一个就是兴趣就是大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一点我感觉这点您说特别好而且我身边的确像有好多好多女生都在学习就是什么西啊西啊然后学习什么数学呀就这种就是和理科方面有关那些东西然后嗯我感觉其实还都挺好的 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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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 或者是就是信息研究这方面一些领域 您觉得就是对他们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进入就这领域 学习工作或者这些研究的一些建议 或者一些经验教训想分享给他们呢 呃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要有呃 有所顾忌吧 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怎么怎么叠了 其实只要你去喜欢你去热爱他 那你就去做好了 另外一个就可能呃就是说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 哎呦大家就应该照顾我什么之类的 因为在科学研究上那其实我们大家都追求平等嘛 就是呃对就是拿出干事的干劲 然后专注你所关心的内容 只要一起去努力就好了 其实只要努力到了就必然有收获 嗯 感觉大家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也会有所鼓舞 对啊 其实我就想问问你哥伦比亚他对这个呃 女生从事这样理工科的研究有什么样的 嗯 政策也好这个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好 就是就是他你体会到他这个对你女生来求学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嗯我感觉就是从大学的层面来讲就是你很难去讲说就是大学会说啊希望更多的女性加入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 但是就是就是嗯能够从每一年的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加入到就是和信息研究领域和理工科可能和数据化或者数据分析这方面可视化等等就是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然后嗯大学层面上我感觉就好像没有说特别多的那种就是什么讲学经验啊或者是就是基金方面的支持 但是大部分学校都会有就是比如说单独的就是女性的理工科方面的一些啊就是啊club或者organization就是机构或者就社团社团 嗯然后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些社团可能就是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就是女生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集体就是如果是他们觉得就是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可能会有女生会觉得就是啊我去问一些男生因为在其实在美国这边就是或多或少就是你也能够看到一些就是男女方面不平等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理工科这方面吧就是嗯可能有的时候女生在比如说提出来一个研究方面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我跟一个男性去提出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够我不够就是专业然后可能就不会愿意去提出这些问题我感觉有这些女性的这些社团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就是可能不太愿意问问题或者是不太就是不太敢去提出疑问的这些女性能够给他们更好一个评 你拍因为大家都是女生你有什么问题可能就会觉得我问一个女生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就是啊就是有任何奇异等等所以我感觉这方面还是挺好的就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这样的就是社区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语就是对方进行沟通然后然后就是这些也包括就是比如说嗯研究生或者是比如说本科学生大线大系找工作或者研究生啊暑假找研究找 实习实习的时候这些女性的社团都会就会邀请之前毕业的一些女性的就是啊啊学长或者学姐就是毕业生会让他们回来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这方面的经历是什么呀感觉或者或者有点像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个访谈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是这是就是在学校内的一方面然后在校外的话嗯其实现在有蛮多机构会就是 提供奖学金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东西啊你可能没有办法申请但是就是可能会有比如说什么少数族裔的啊就是学习理工科学习stem这方面的就是啊奖学金申请可能在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到这个申请然后进行进行审批之后会会会跟你讲说什么啊那你明年啊一整个学年我们可以cover你就是可能 一万美金这样一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学费啊就等等就是也有一些基金方面的一些支持然后我知道就比如说嗯好像我记得日本他们是对他们是对就是world bank的一些就是国家会对他们有一些支持就是日本会就是支持就是学习理科方面的一些就是当然这不好像不仅仅是局限于女生就是男男性女性 都有啊就是如果你们要学习就是如果你们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你们是world bank的就是一些国家的那个成员的话日本政府好像会就是通过就是申请然后去看就是可不可以给你们发放一些就是资金方面的支持然后能够让他们就是继续本科四年或者是研究生两年或者是博士之后可能更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 嗯听起来我觉得整个国际社会其实现在来说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被你也是对女生来来进行继续的学习就是都是很友好的对对对对感觉还是其实蛮好的嗯嗯 这样 那你以后是想继续嗯 读硕士就毕业了还是会去读博士呢 哈哈哈 哦感觉现在好像没有读博士的打算就是因为感觉嗯 因为我现在学的是就是和国际就是 或多少还是跟国际关系有关嘛 然后感觉这方面的 就是博士研究领域或多或少 还是比较偏就是理论性的研究 感觉好像很少 就是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方面的博士项目 是更多的和什么 就是应用方面结合 就这种感觉 所以感觉很难去说 就是找到这么一个 很合适的博士项目吧 然后再加上 可能因为我本身也 没有说特别明确说 我现在就知道 我就想研究国际领域方面的一方面 还是几个方面 就是我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感觉 毕业之后的话 可能还是会工作 或者是去一些think tank 去就研究什么之类的吧 因为我现在学的是 就是国际金融 方面政策和数据分析的一些结合 然后我可能就是还是希望能够 比如说就是去think tank的话 他们会对就是一些国际政策 会有一些研究吗 我感觉这方面可能会比较 就是适合就是比较符合 我现在学习的一些领域 然后也有可能会 就是感觉我最终的目标 还是就是我现在还蛮想去联合国的 因为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身边 要在联合国工作或者实习过的人 然后我感觉以我现在这个想法 就是想更好的把数据分析 应用在就是国际分析 或者说国际政策这方面的一个研究里面 我感觉如果能够去联合国 可能也能够更好去开拓我的事业 因为你能够遇到更多来自全球各地不一样 就是不同国家的人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政策 因为像我比如说我的背景是 我是来自北京中国 然后我在美国学习了可能有四五年 这样一个经历 就是我可能现在就是对中国有一些了解 然后对美国有一些了解 但其实了解也不是很深入 我感觉如果能够遇到 就是真的能去联合国 将来工作 就是你能够遇到 真的是在这个领域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人 就你能够通过他们就是更好的了解 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方面的领域政策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和工作经验 的一个积累吧 所以我还蛮期待就是希望 首先是先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实习机会 然后如果实习的时候表现的不错 希望也能够就是将来有机会在联合国工作 我觉得你描述的这份工作让我听起来 也觉得非常有趣 希望三年还是两年之后 能看到在联合国工作的你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你学习的这个大数据分析 以及联合国你说国际关系 为联合国的事业足够贡献 想想都激动了 谢谢教授 希望借你几言将来能够有机会 我一直觉得是未来既有可能 只要你去敢与梦想 然后再去努力 我感觉就 还是可能还是会偏研究方面的吧 然后把数据分析 感觉最开始感觉还是想再做做研究 因为我感觉在学校在学校学习的这个氛围 其实还挺好的 就是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朋友 可能他们会讲 啊我学完这个 我真的再也就学完本科四年 再也不想学了 就是就想直接找工作 我感觉我还挺喜欢学习的 就是分类 所以我感觉将来如果能去 就是什么think tank就做研究 我感觉应该还蛮好的 就是可以读很多东西 然后了解更多的领域 感觉还蛮有意思的也 对我也觉得这做做研究还挺好的 今天这一期的探讨技术 女性与信息通信技术反弹 在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单教授 今天能够来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和经历 然后今天的反弹也让我感觉受益匪浅 更好了解到那个数据可视化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域 也对我就是将来发展一方面 感觉受到很多的鼓舞和支持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观看我们本期节目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观看我们其他的节目 然后更好的了解女性在信息旅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经历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